大家好,我是小年 想要有一段让人羡慕的邂逅 那就得在地下城 呃,不是那个毒奶粉啊 是在某个远古大陆上 有一个满是怪物的地下城 这里的居民有很多都是冒险者 当初天上的神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想要和这里的人们一样的快乐地生活下去 于是就封印了神力 只留下来能够将为这里的人们打败怪物的法术 最后安居在这个城中 他们收这里的孩子为徒 称为卷族 贝尔和他的爷爷相依为命 爷爷总是跟贝尔说一句话 如果想要寻找邂逅 记得在地下城寻找 但有一天爷爷被一个怪物推入山崖 去世了 年幼的贝尔于是就有了想要成为冒险者的念头 他四处请求 但没有一个上神愿意接受他 而无疑肯接受他的赫斯提亚上神 却没有强大的财力 也没有能够打造兵器 反而需要徒弟贝尔整天打工 来养活这个上神大人 虽难苦虽难累 但我贝尔很快乐 一次在地下城 作为初级的贝尔进去了开始冒险之旅 到了第五层的时候 一只很高层次的狂犬怪物 逃跑到这里还被贝尔遇到 贝尔打不过 只能慌乱逃窜 先要追击怪物的埃尔丝出现 贝尔才得以解脱 绝命的埃尔丝让贝尔一见钟情 这难道就是爷爷所说的邂逅吗 出了地下城后 他就立刻打听这个人 后来得知 他已经是很高级的段位 为了能够追导他 占有他 贝尔更加的努力 他的武力之短时间提升得非常快 那作为他的师父提亚 看到贝尔 因为那个女人武力 其实提升这么快 却吃醋了 但看到贝尔想要变强的样子 提亚也愿意帮助他 这天贝尔到达街上 被一个女服务员拿克 拉到了一家面馆 正心疼一大桌子拆了贝尔 看到随后而来的艾斯和他的队友后 就顿时觉得这些话得真实 久过三旬 艾斯的队友伯特 就开始调侃 当时艾斯追击怪物救的那个少年 而那个少年正是贝尔 嘲笑他当时如何如何的狼狈 贝尔不堪污怒 于是哭着跑走了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抹齐少年穷 贝尔的离去 也让心系的艾斯注意到了贝尔 他跑到地下城疯狂地打怪 即便生活内类 也不曾放弃贬强的念头 看到这份模样的贝尔 提亚也终于决定 去神将好友那里 求取兵器 因为提亚没有足够的钱 于是便一直下跪请求 神将恋在网友的交情份上 答应让他设账买兵器 神将根据他的描述 简直打造力把 能够跟随着使用者 一起成长的短刀 之后为了还钱 提亚只要在神将的商场里 打工还钱 这天 酒吧店员希尔 去斗首厂时 忘记带钱包了 酒吧老板 让正好路过那里的贝尔去送 到了斗首厂 却没有见到希尔 却遇见了钱来找贝尔的提亚 但是此时 斗首厂的怪兽营贝 却突然失控 不断地攻击提亚 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 是因为 另一个上神弗雷亚 看伤了贝尔 他拥有看见灵魂本质的眼 认为贝尔的灵魂 既美丽又纯洁 只要他看中的东西 就会不择手段地抢到 于是 一切阻碍贝尔成长的存在 都成了他毁灭的目标 贝尔和提亚 只好一路逃跑 因贝尔的力量强大 贝尔为了不让提亚受伤 将其关在铁门后 独自去引开了打信心 但作为上神 怎么会独自逃走 于是提亚就从另一个出口 绕回来找到了贝尔 他们躲藏在一个石门后面 然后把神将打造短刀 给了贝尔 贝尔在提亚的鼓励下 成功击杀了银贝 就多亏了贝尔身上 有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buff 一心憧憬 这是一个理解为 只要不断的歪歪 就可以提高升级速度的bug 所以 在先前和银贝战斗的时候 提亚的鼓励和 以往过去的温柔 都成为了他的力量源泉 在打败银贝后 提亚光行之余 有一匹贝回水过去 贝尔将其带回酒吧休息 随之稀恶脸红地走过来 靠在了贝尔的眼上 敬声地说 欧巴 你今天好帅哦 但是单纯的贝尔 却只是打着哈哈 没有任何行为 隔天 一静可以进阶的贝尔 看着身边冒险者 都有支援者的陪同 他也在考虑 要不要雇佣一位 这时 曾经被他救过一命的全能族 来到他的面前 可怜兮兮兮地请由贝尔雇佣她 在交谈中 知道了这位全能族 名叫莉莉 贝尔这时政需要 就雇佣了她 有了支援者 这次贝尔打败怪兽 换了许多金币 但这过程中 莉莉一直窥视贝尔手中的短刀 莉莉趁贝尔高兴之余 偷走了短刀 来到当铺 但这把刀有灵性 离开了主人就像废铁一样 卖不了什么好价钱 莉莉就愤恨地拿了回来 路上 遇到了希尔她们 希尔她们发现了 莉莉偷了贝尔的短刀 准备让她还回去 莉莉见情况不妙 就想逃跑 但一头撞到了后面追寻来的贝尔 贝尔没有误会 莉莉反而认为是自己掉了短刀 希尔她们见此也没有捅破 只是警告了一下 就离开了 第二天 贝尔就正式地雇佣了莉莉 在地下承赚了一大笔钱后 还分给了莉莉一半 莉莉感觉很吃惊 因为她之前的雇主都非常的小气 而且都趾高气扬 所以莉莉对贝尔的感情也非常的矛盾 一方面想要偷她的短刀 另一方面对她对自己的好 表示很感动 但贝尔真的很善良 贝尔打钻一笔后 就想请提亚大吃一顿 所以提亚听到这些好非常的高兴 福利模式迅速启动 还特地去神殿泡了一次温泉 给其他的上神小姐妹们说 自己要和贝尔约会了 可当提亚来到和贝尔约定的地方后 贝尔一出现 就被尾随而来的其他上神姐姐们 为其他调戏了 小弟弟 你可真可爱啊 粗意大发的提亚 从那群中拖走了贝尔 直到晚上 才把那些最赶来的上神姐姐甩掉 第二天 莉莉邀请家回到自己的眷族 宿魔族开会 她的这个眷族受尽了气怒 所以 这天贝尔休息就来到酒吧拜访 发现桌子上 有一本魔法书 就借了出来 其实 那是上神弗雷亚 故意留下海的 回到家的贝尔就开始读 等期读完后 自己也消失了 还陷入了睡眠 直到提亚回来后 才把她叫醒 贝尔将这一切告诉了提亚 提亚说 这是魔导书 学了以后就会有魔法 但书上已经没有字了 贝尔拿书到酒吧岛前去了 老板娘看书 已经没有用了 就丢在垃圾桶 让贝尔不必在意 有了魔法 贝尔迫不及待地 想要到地下城试验 结果 因为魔力后劫而昏倒 贝尔回来的艾斯 和李维迪亚看到 艾斯认出了贝尔 想要和她说话 结果贝尔醒来 看到自己面前是艾斯 然后一脸害羞地滚了 没听错 当时现场 她就是用滚的 之后不久 地下城发生了一件 不大不小的事 地下城的引导者 艾因娜 这几天观察到 苏魔族冒险者 都显得非常缺钱 但苏魔族卖的酒 很畅销 所以又不像缺钱的样子 于是艾因娜就去找 博士师的李维迪亚 去询问 才知道苏魔族拿钱 就是为了喝酒 那种不流于世面的 完成品酒 所以每一个苏魔族的子民 都非常爱钱 他们要钱 只是想要去换取 苏魔族上神 两造的那一点酒 可苏魔族的莉莉 却并不是为了这些 她筹钱 只是为了脱离这个卷珠 原来小时候的莉莉 就和爸爸一起相依为命 但自从爸爸去世以后 莉莉为了活着 就开始做支援者 不仅每天都要遭受挨打 还要受到那些 冒险者的剥削 所以莉莉憎恨那些冒险者 昨天在地下城 等莉莉的贝尔 看到莉莉被一个红头发的冒险者欺负 但莉莉并不说出原因 反而不断鼓励怂恿贝尔去第十层 拥不过莉莉的贝尔 带着她来到第十层 这一层的怪物贝尔还不足为惧 但是 当她被大量的怪兽保围后 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谁知道 莉莉却还在这时候趁机逃跑 并且再次顺走了贝尔那把神将暖刀 但莉莉不知道的是 埃莉丝早就拜托了埃斯去支援贝尔 她更不知道的是 在猪口已经有人在埋伏着 惦记着她的钱财 为了生存 莉莉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那个人 但这个红发冒险者却没有想到 她的队友放出了大型的吃人蚂蚁来威胁她 最终还把她给杀了 莉莉也惨遭这些蚂蚁围攻 就在莉莉即将要被吞没之时 贝尔冲出来击退了所有的蚂蚁 这个女人一而再再二三地欺骗自己 贝尔 会在地下城对莉莉做什么吗 还请关注我 下期马上更新 不迷路 便明 在地下城寻求邂逅 是否搞错了什么